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火箭发射的时间跨度一直还要延续到1956年 那时正是新中国刚刚创立航天事业的时候 在人造卫星方面我国也是战绩赫赫 60多颗各种类型的人造卫星 其发射成功率达到了惊人的90% 在世界范围内都很少见这样的连续成功案例 单说航空这一方面的话 中国的脚步又稳健又快速 下面那些已经研发航空数百年的西方列强来说 已经算是不遑多让了 而更令人欣喜的是 秦岭的研发成功 震惊了世界 让各国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航空业 火箭选择了秦岭山山之处 作为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试车台 而秦岭又在古文化中 被视为左右国运的容脉 这里的装配系统有多强呢 根据信息显示 一台发动机只需要两天就能完全装配完毕 所以这里承担了我国大部分火箭的发动机生产任务 另外这里更研发出了泵厚白火箭发动机 17年6月这款发动机在秦岭试射成功 而世界上维尔拥有这款技术的就只有中国和俄罗斯 可想而知并不简单 发动机点火瞬间压力高达120吨 最高工作温度达到3000摄氏度 最高的工作转速是2万每分钟 这股庞大的压力能将水压到1500米的高空 其推力之强自不必多说 而推力和可携带燃料的多少 是决定火箭能飞多少距离的决定因素 我们以送阿波罗11号火箭上月球的土星5号为对照 这台美国研发的推动机推力为680吨 我们的泵后摆发动机变位能达到680吨推力打下了基础 而且这台发动机摇摆装置后置优化了推动作用 更是节省了空间 这样我们就能利用腾出来的空间装载更多的发动机和燃料 这项技术一次性地解决了推力和可携带燃料的两大难题 中国登月之路尽在咫尺 那么精妙的技术 我国仅仅花费两年就将其研制成功 15年进行了第一次认证 而16年设计工作就差不多完成了 在图纸敲定下来以后 17年的4月就把所有零件生产出来 在5月进行总体装配 接下来又经历了近20天的实验检测 最后终于使车成功 这一系列的成功和科研人员的努力和不开关系 相比美国迄今仍未研发成功 从此可以看出我国对于未知宇宙的决心和努力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喜欢就点赞订阅我吧